中正公园希望之秋请接牌 在金融市长林佑昌立法院蔡世印及多位市议员共同揭幕下 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的亲子大象搬新家 也正式启动希望之秋亲子游戏设施再造工程 金融市政府将耗置6000多万 将基隆人儿时记忆的儿童游戏场 利用地形高低差改造成配置不同年龄层游具与休憩空间的多元亲子游戏基地 完成希望之秋整体规划的最后一块拼图 这个地方我们原则上还是把游戏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游戏重点 规划在流滑梯的部分 利用地形的一个高差 然后来规划设计不同的一个滑梯 不同的一种形式的滑梯 另外也配置了这个不同年龄层 它的一个邮居以及休憩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考虑到爸爸妈妈 也就是陪伴的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休憩的时候 所需要的停等或者是照顾的空间 在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规划建设完毕之后 不是只是单纯这个地方而已 其实它也配合着我们的希望之秋整体的大工程计划 包括我们刚才市长提到的基隆塔 或者是我们信二路的新的停车场 然后连接新的平台到中正中列池的部分 那我认为这样的整个的改变 我相信会让大家耳目一新 这个地方最早叫做紫威山 后来叫中正公园 它的未来就叫做希望之秋 承代的基隆的希望 希望之秋轻止游戏设施再造计划 是延续109年公园参与机制 与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工作方的成果 参与工作方的基隆市教育关怀协会理事长 高玉淳非常肯定 基隆市政府纳入家长与孩童意见的做法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基隆市市长 还有基隆市的督发处 能够为我们基隆市的孩子 做这样一个参与式设计工作方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让我们再经过超过十次以上 跟设计师共同来讨论 共同来研究 怎么样能够让真正的规划跟设计 满足更多孩子的需要 希望之秋轻止游戏设施再造工程 预计明年二月完工 牛厂也在现场宣布 基隆市政府运用今年度预算 提前对天鹅洞环境进行规划 并同步向内政部争取改善 天鹅洞周边地区环境改善工程经费 如果一切顺利 明年就可以衔接进行改善 记者张旗藤基隆报导 好看一下我们右手边的